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赌博研究所 Gambling Institute 好了,继续和大家来说 来到2月14号 沙田赛马日的深水提供 来到2月14号是情人节来的 在这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先 还有,亦都是新年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希望来到这个赛马日一起赚到钱 一起赢得到钱,发个新年赛 这次我们买到的系列 就叫做连赢慰智Q过关两串沙马 大家看看标题,写着每关两只 即是说,这次我们这条过关 每关只买两只 目标都是希望做到小驱来去赚大驱 还有在这一场马上 我认为这一只马 不是,应该说两只马 在这一关买到的那两只马 都是非常值得来去赚的 因为同场上有另外一些骑士来去背飞 比如潘顿那些骑士来去背飞 而我们又没有买到他的马 这次反而买了一个冷门的骑士 买了蔡明啸和高东尼的组合 但是这只马你就不要小看它 因为这次这只马是附着手绑的 我认为在这一场赛事上 手绑是很值得的 还有这只马最近就赢完 我认为他赢完再赢都不奇怪 因为这只马最近的状态真的很合适 有时我们买马就是趁着马最近有状态 继续来买它 而这次我们买到的马是哪只马呢 我们现在即时去片跟大家来看看 我们这条过关 这条连赢位置过关两穿三 如何来买 好了,又来到我们投注界面了 继续来买2月14日 星期日沙田赛马日的赛事 我们买到的场合就是这场第八场 这场第八场就是一场的杯赛 叫做贺年杯 是一场草地A难1400米的赛事 在这场马上我们会买到哪一只马匹呢 第一只马匹呢,就会买到蔡明啸和高东尼这个组合的 那就是买这只9号的美丽笑容 那至于为什么我们会买到这只美丽笑容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只美丽笑容的赛事先 那这只美丽笑容呢 今季就跑过5次 那五次里面呢,你看得到都是跑14米沙田草地赛的啦 那就是说呢,这只马其实跑习跑熟这个路程和场地的啦 那它曾经就跑过一次第二一次第三 和最近就跑过第一名的 那这只美丽笑容呢 那在最近这一仗,1月31号的这一仗呢 哇,那个赢马姿态啊 哇,那真是一流啊 那一起来看看到底上场这只美丽笑容 怎样来到去赢马先啊 好啦,那一开门了 那我们来看看哪一只是这只美丽笑容先啊 那一只美丽笑容呢 那就是骑着那八档的 那就是这一只 那黑色衫 那粉红色袖的这一匹马啊 那我们来到去看看这只美丽笑容 今次怎样跑了啊 美丽满分啊 那再见到美丽笑容也都走上去 来到来南就是美丽非凡来的 第五位就极速黄了 再很多层的马 外面呢,还有这只常常精彩 开心好玩 来南同龙光彩马 中间呢,就是这只非凡才智 再后面的马 黄衫,紫色帽 在外面是剑飞天啊 尾四红衫,白胜龙 后面三只 知道必胜在尾三 那么电后两匹马呢 就月丰云和粉红衫 一只剑快联盟来的 那转这个八百米弯 好好学习 就放到出来跑 有少少抢口的 第二位的马就是这只美丽满分 第三位美丽非凡 第四位就美丽笑容 再见到第五位的马 就是这只极速黄 中档第六位就常常精彩 在外面开心好玩 来南就是同龙光彩 要拿出去中外档的马 有这只非凡才子 大外档有剑飞天 再在马林中间就剑快联盟 转到来最后直路 几只美丽在前面 透出美丽满分 外面美丽非凡 外面美丽笑容也追紧 内南很好学习 又没闪得完 外面还有非凡才子 转到来最后二百米 美丽笑容透出了 外面追紧上来有非凡才子 再在内南那边做一只好好学习 接近终点了 终于都赢了 美丽笑容 跑第二 好了 马就看完了 大家见不见得到 这只美丽笑容 怎样来跑呢 这只马上场赢得都挺轻松的 最后几十米的时候 这只马只推 都已经赢了 后面这只第二名的整个马位 基本上你在一场二班赛上赢 另外一只马 整个马位 那只马其实都挺厉害的 其实说这只美丽笑容真的不差 似乎 未来这一仗 这只美丽笑容都可以继续赢下去 虽然上一场这只美丽笑容 是跑一场二班赛事 但是我觉得以上次的赢马姿态 他升上一班跑 我认为都是没问题的 因为这一场杯赛不是跑平榜赛 是阳榜赛 这只马就能够扶着轻榜 和重榜马跑 我认为是比较稠稠稠的 因为始终你这只美丽笑容 上次赢得收姜 最后几十米 其实他都没有怎么骑 都赢你后面整个马位 他实力都没见尽 所以未来这一场 能够升一班背着轻榜 可能随时再次赢你这班对手 我觉得都不奇怪 而且很大机会 这只美丽笑容 这次有赔率 因为你投的马 评分这么高 应该很多时候 都会是 投的那几只 就成为热门 但是 看到这几只马 最近的状态 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宁愿买最近有状态的马 因为很多时候 看到高班赛事 就算评分很高的马匹 有时他去了一个叫做退化的阶段 渐渐实力就会减弱 所以其实我认为有时去到一些很高班的赛事 最近没有什么赛绩的马 是没有那么值得来博的 所以 所以今场就会选择 这只九号 美丽笑容 来买 在今场 我们第一只会选择到的马匹 就是这只九号的美丽笑容 好了 说完我们第一只会买到的马匹之后 当然来说我们第二只会选择到的马匹 那我们第二只会选择到的马匹 那也是高东尼马房的马匹 那我们就会选择这只加州雷电去买的 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只加州雷电呢 那我们一起看看这只加州雷电的彩职线 那这只加州雷电呢 又是近职跑得不错的 那你看得到 那这只马在这一季跑过六仗 那六仗里面 那有四仗都是跑这个沙田千亿米 那二班赛事的 那你看得到 那成绩都不错啦 那两次第一名 那一次第三的 那如果计算他这一季的成绩呢 那他直接拿过三运 那成绩相当之理想的 那正如我刚刚所说 那我认为在这些高班赛事呢 那最好就买一些最近有赛职的马匹 那就好像这只加州雷电那样 那那最近这一仗呢 那一月一号这一仗呢 他跑这一场沙田千亿米 二班赛事呢 那他就算塞车呢 那塞塞地啦 那那后呢 都很轻松的 那回来跑到第一名的 那所以我认为 这只马呢 最近的状态呢 真的不差的 那那我们一起来到去看看 这一只马上场 如何来到去跑先啊 那一开插了 那我们来到去认一认回哪一只 那一只加州雷电先 那一只加州雷电就是这一只 那黄衣绿色帽的这一匹 那三号马匹 那这次排着个二档的 那我们一起来到看一下他 这一次怎么样跑了 那时候起街龙快哦 那中间还有美丽掌声同乐日 在最初团结精神都走上去 醒神亦都在中间前面那一阵 南三灰马就进龙区 那再外面位置粉龙眼罩 红武那一只就姓李威 龙马嵩 中间加州雷电 尾五天鹿 尾四呢 那南三那一只就韦小宝 后面三只开心好玩 劍飞天包在落尾 红三那只白胜龙来的 转回中间 前面团结精神占先的 美丽掌声跟着他 那第三位内兰就是那只同乐日 中间位置还有这只醒神 在外面炮子头 然后第六位 中档有这只进龙区 拿出粉龙眼罩 红武那只姓李威龙 后多浸加州雷电 担到最出那只就劍飞天和天鹿 韦小宝现在南三尾已在找位 斗到来最后三百多米 前面美丽掌声在斗近 那只团结精神 同乐日在中档 再看到外面位置 醒神慢慢上了 天鹿亦都追上来 最出那边韦小宝来 斗到来最后八多米 美丽掌声依然是占仙的 卖变了团结精神 中间一对灰马上来 有同乐日 加州雷电上来 终点那一部 加州雷电 后发先致 反而用一个比较被动 后上的跑法 就是终点前将对手赶过了 三号那只 是加州雷电 那只喜介龙夹得很厉害 好啦 那马就看完了 大家见不见得到 其实这只马 加州雷电 一开始出门的时候 慢了少少 跌了后来跑 之后 去到转弯的时候 都在这里塞一塞 塞一塞 但是 到最后 回来赢的姿态 都是赢得很轻松 所以我觉得这一只马 都是不差的 所以在这一场马上 我们第二只会选择到的马匹 就会选择这只加州雷电 正如我刚刚先所说 在这一场赛事 我就会选择一些 最近有赛职的马匹 来到去买的 而我觉得这只加州雷电 正正就是最近有状态 有实力的马匹 而且这只马匹 未来还会排着一档 一档相当之好跑 还要扶着一个轻磅 122磅来跑 我认为是非常好处 所以就会选择这只加州雷电 来买 好了 说完我们过关的第一关 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我们的第二关 就会买到第九场赛事 那这场第九场 就是我们的二班草地 A难1200米的赛事 那在这一场马上 我们同样都会选择 两只马匹 而这两只马匹 现在我们一早就已经给大家了 那大家看看 螢光幕上的这张图片 那这张图片就是我们 DOWNCUE一窗过的那条片 那这条片里 我们已经说了 在这一场上 我们会买哪两只 所以如果未看的朋友 那就尽快去看看 看看我们到底在这一场马上 买哪两只马 那这条片上 有完整的分析 那我们会分析 为什么我们会买这两只马 那但是呢 怎样看到这条片呢 那大家呢 只需要按进去我们的channel 那选择和螢光幕 上面这张图片 一样的那条片 来看看就可以了 那又或者 大家按回我们 现在这条影片 右上角的提示 那好像i字的提示 之后来按回 我们DOWNCUE一窗过 那个系列的那条片 来看看就可以了 那是的 所以我们这两个关 就是买这几只 那至于我们的彩池 是怎样买呢 那我们很简单 就是买这个CUE 和位置CUE 那我们连赢及位置CUE 都会买齐的 那只有过关方式 就是二串三 那所以我们的过关就是这样买了 那就是买这两个关了 那如果大家和我们同路的话 那都可以跟着我们 这样去买这条过关了 那未来的这个赛马日 那我希望呢 这条过关就顺利开得出 我们一起能够赢得到钱了 那我在这里再次祝大家 赢得多些 这条片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Subscribe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share我们的video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